本集将是热血高校系列漫画《凤仙花》中的高潮 林兰最为恐怖的三年级三大干部将全部出动 七所拥有数百不良的势力也将因为他们的到来而毁灭 上集讲到凤仙联军日益壮大 目前他们只要在拿下被称为远古三巨头之一的坟八便拥有与林兰对抗的实力 但是坟八可不是凤仙之前所面对的那些敌人可以相提并论的 要知道目前的坟八不光拥有着七百多名不良 而且坟八的老大花行星也是整个北部地区唯一一个被林兰霸主大空大臣看重的存在 就在奉仙那边热火朝天的准备开启新一轮争霸的时候 林兰那边反而异常的平静 此时林兰三巨头阿修罗与安德鲁以及大空大臣齐聚在天台 但是伴随花园奏多的到来这份平静也将被打破 只见花园在登上天台后静止便走向了上桌 要知道这个位置可是只有林兰最高掌控者才有资格做的 看着沉默不语的大臣等人花园则是淡淡说道 那天赢的是我 此时还要从凤仙与和田二高上演大决战的时候讲起 就在凤仙与二高对战的时候 林兰老大大空大臣也向林兰最强者花园奏多发起了挑战 而通过花园的支言片与我们也能清楚在那场对决中败的乃是大臣 不过花园显然与春道一样对于成为老大完全没有兴趣 刚刚他的话也只是开头玩笑 必定他此次前来的目的可是为了凤仙 通过之前与凤仙老大四门的接触花园对那位标形大汉也起了一丝兴趣 于是花园也决定等凤仙正式与林兰开战的时候他也加入其中 而他的目标便是凤仙老大四门佛陀 想不到这位当初只是想要体验一下恋爱感觉的少年 如今因为一次偶遇竟然将自己的通关难度完全提升了一个档次 如果说四门之前要面对的乃是龙骨元智 那么现在他将要面对的便是林田慧 而花园之所以对四门感兴趣则是因为 他很好奇一名一年级的小鬼是如何将整个北部地区 除了坟巴外的势力都发展成为了伙伴 如果真的让四门统一了整个北部地区 那么即使是林兰可能也会输吧 在花园走后大臣的脸色也发生了一丝变化 他没想到当初自己单手就解决的小鬼 如今已经成长到了如此高度 不过作为林兰名义上的霸主他自然不惧这些 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他还是让阿修罗前往卓本与白糖 安德鲁前往川商与骗刚 而他自己则是直奔一出与三生以及和田二高 如果说之前林兰一年级霸主兼弓飞鸟四处征战 只是小打小闹 那么当林兰这三只怪物集体出动 那对于这座城市来说无异于就是一场浩劫 在当天这三人便分别前往了各自的目标 首先便是阿修罗这位看起来文质彬彬的少年 身体里却隐藏着一只野兽 拥有数百不良的卓本高中竟因为他一人而彻底崩坏 与其相同的则是安德鲁 这头林兰巨兽所前往的川商与骗刚高中 因为他的到来也是濒临毁灭 即使再多的人马面对这两只怪物都是无济于事 至于大空大臣此时正站在二高的天台欣赏着远处的风景 一出与三生的老大正全身颤抖地跪在其的脚下 而和田二高的老大陶太朗早已失去意识倒在了一旁 在这一天这三只怪物用实力向众人展示了属于林兰的恐怖 也是在这一天卓本白糖骗刚会穿一手与三生献上了自己的投降书 至此除了誓死不去的和田二高宇已经加入凤仙的黑校外 林兰已经拿下了几乎整个南部地区 想不到凤仙动用全校之力耗费近一年才取得的成绩 林兰只是出动三人用时一个下午便赶上了 而凤仙又将如何应对如今的林兰我们下集继续 最后请大家点赞转发评论关注支持一下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最大的动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